我们说最近这些年有一种坦克无用论的说法开始蔓延 而且我们看到英国的挑战者宣布停产 美军的M12传出要大量退役 但是与此同时俄罗斯却在2015年 推出了自己最新型的主战坦克特14 不仅如此原本计划要在2020年才装备部队的特14 最近也传出消息即将进入第一坦克集团军当中来进行服役了 那么俄罗斯大规模重组它的坦克集团军 宣布最新型主战坦克将要提前服役 那这一系列的做法究竟是主观上来提升它的防卫力量 还是因为受到来自外界的胁迫 首次装备部队的特14服役之后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特14堪称俄罗斯最神秘的主战坦克 研发过程中一直没有照片流传 除了在红场阅兵中首次亮相之外 很少公开软面 然而救灾前不久 这款神秘坦克却突然有一个大动作 2015年11月 俄罗斯媒体发表文章称 俄军方已经开始计划将特14坦克 部署到禁卫坦克第40 并且将该部队编入西部军区战队设定 而按照俄罗斯之前的计划 这款主战坦克原本到2020年才能正式装备部队 因此有媒体猜测 俄罗斯在2015年就高调宣布 特14将装备部队 或许是在暗示 这款坦克将提前进入部队服役 但具体情况还需要等待俄军方进一步证实 特14的设计与制造 来自特72的传统生产基地 有报道显示 2015年在红场亮相的特14 还只是实验型 目前只生产了大约24辆 但是俄陆军已经正式采购 2016年内 还将接收32辆特14进行国家验收部队 通常验收工作需要一年的时间 有报道显示 俄罗斯陆军计划 大约在2020年之前 需要接收2300辆特14装备部队 但有西方分析人士认为 按照坦克工厂生产能力的现状 俄陆军部队在2020年前 装备特14的计划 似乎难以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高调宣布特14 将装备部队的计划 就显得有些操职过节了 离服役还有五年 那么这五年 包括现在这个信息 至少能够收到三颗效果 首先是个激励效果 比如以前做的坦克 包括在伊拉克尔阿富汗 包括在很多作战行动中 表现不好 但这款坦克 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所以现在要鼓励军工企业 你要创新 只要创新 就会有订单 就会有大量的这种经费 落实到整个的集团中 第二就是威慑效应 特14 特15 包括以后的新型部队车 至少能够对抗 西方现有的主战装备 而且还比你高出一截 如果在欧洲地区 这个压力 包括地面的作战压力 越来越大 我想通过现在的新型装备 完全可以化解 现在的一些劣势 而且让整个西方国家 包括这些北约的盟国 或者准盟国国家 感到恐慌 或者集体恐慌 所以这个效应也非常重要 另外最不能排除 这个广告效果 你比如现在新型装备来了 以前坦克是卖遍天下 你包括很多富豪也买 然后穷国也买 泛中国家也买 如果这款坦克 能够把以前购买 俄式坦克的一些用户 全部笼络住 你依然使用我的特14 或者是其他的装备 那么这样能够 为现在的这种 所谓军货市场 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至少目前的客户跑不掉 而且还会增加新的客户 如果价钱 或者其他方面有所降低 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客户 到这方面来 那我们讲在2020年之前 要想说实现俄罗斯 这样一个部署 应该说难度很大 但是以此来抵消一部分 西部所带来的压力 也是完全可以做的 而作为俄罗斯 最新的主战坦克 应该说特14 计划装备到 俄罗斯近卫第四坦克市 这件事情 确实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特14 阿玛塔坦克 是由乌拉尔研发 与生产公司研制的 重型主战坦克 俄罗斯将其称之为 世界上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因为特14的研发设计 已经从原本的 苏式坦克传统中脱胎换出 据了解 特14主战坦克 配备了前所未有的先进功能 其中最明显的特征 是它拥有全新的 无人遭控炮塔 不但旋转速度 比常规炮塔更快 而且由于其设计了 独立的弹药舱 与成员完全隔离 还大大提高了 坦克内部操作人员的 生存机率 同时 为了提升坦克的射击精度 特14还抛弃了 已经沿用了半个世纪的 125毫米 RA46系列滑膛炮 配备了全新的 125毫米 RA82-EM水滑膛炮 使得射击精度 提高了15%到20% 射击密度提高了1.7倍 除了炮塔和滑膛炮的 巨大变化 特14坦克内部的照片 疫情曝光 更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2015年 俄罗斯电视台 曝光了特14坦克内部的照片 从照片中看 整个坦克 已经实现了玻璃屏操作 炮手可以通过触摸屏 选择弹药等项目 操作方式十分可怕 不仅如此 炮手在瞄准把镖之后 还进行了实弹射击实验 把子几乎被炮弹巨大的速度震脱 特14作为俄罗斯最新的主战坦克 被人为是海班战争之后 第一款第四代主战坦克 甚至有军事观察家认为 它可能会以其革命性的无人炮塔 而被载入坦克实测 确实我们说 俄罗斯特14最新主战坦克 它这种独特的炮塔设计 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那么除了这款坦克 它自身之外 即将装备这款坦克 它的坦克部队 也是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俄罗斯禁卫坦克第四师 是俄陆军的一支英雄部队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 第十七坦克军 第十七坦克军成立于1942年 在成立的第二天 就参加了斯大林俄罗马会战 到冷战时期 才被改编为禁卫坦克第四师 并且承担着保卫首都莫斯科 和对外军事交流的人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 这支王牌部队 竟然在2008年的新面貌改革中 被剪裁成了一个坦克旅 俄罗斯禁卫坦克第四师 是俄陆军的一支著名坦克部队 它的前身是二战时期 苏联红军的第十七坦克军 该部队成立于1942年 成立的第二天 就参加了斯大林格勒布回战 并且在收复 坎杰米罗夫卡居民点的战斗中 重创得决 获得了禁卫坎杰米罗夫卡的 光红称号 也因此成为著名的英雄部队 到冷战时期 第十七坦克军 才被改编为禁卫坦克第四师 并且承担着首位首都莫斯科 交流的任务 即便在苏联解体之后 该师仍然是俄军中少有的 能随时出动的常备部队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王牌部队 却在2008年 被裁剪为一个坦克旅 俄军建立之初 继承了苏军大部分遗产 拥有其50%的常规军事专家 在战备程度差的情况 根本无法作为战术单位使用 于是裁军就成为之后 俄罗斯历次军事改革的主集 2008年 俄罗斯发起了新面貌军事改革 此次改革之后 俄全军被改编成 118个机动性好 战斗力强的满边常备旅 常备旅人员和装备满边 因为坦克第四师 就是在这次改革中 变成了坦克旅 直到2014年 俄罗斯才向它恢复成坦克师的颜值 那我们说这一次 如果俄罗斯的特14服役的话 那就是最新的主战坦克 搭配王牌部队 算得上是强强联合 而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俄罗斯又在这个基础上 打造了一个坦克集团局 2015年6月2日 俄罗斯媒体发布消息称 已在禁卫坦克第四师的基础上 重组了自己的第一坦克集团军 随后 一名塔曼禁卫摩托化步兵第二师军官 和一名国防部官员 证实了此消息 第一坦克集团军成立于苏联时期 曾经为保卫莫斯科 做出过巨大贡献 1992年从德国撤离 并于1999年被裁撤 然而 这种情况却在9年之后又有了转机 2008年 俄罗斯前国防部长发起新面貌改革 导致斯摩托斯克以西 特别是西南方向的防御部队 大部分被裁掉 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防御漏洞 这种防御空虚的状况 直接促使了第一坦克集团军的重生 俄罗斯此次重新组建的第一坦克集团军 包含了禁卫第二摩布师 禁卫坦克第四师 以及独立第二十七摩布鲁 和独立第六坦克鲁 其中禁卫坦克第四师 是集团军的主力部队 之旅单位均为常备部队 是位数莫斯科的预防军 而俄罗斯此次将这四支部队 编入坦克集团军来保卫首都 显示出了俄罗斯 对于提升莫斯科防卫力量的重视 实际上俄罗斯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要补自己在莫斯科西部 面临的这种压力 因为这地方它漏洞比较多 在08年俄罗斯搞过一个改革 当时的国防部长主导的一个改革 叫什么新面貌这么一个改革 改革的目的把莫斯科西部 一大片的这种部队都给撤了 那么在安定的情况下 或者和平时期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但是目前因为乌克兰唯一的爆发 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都大边压境了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补过去留下这种漏洞 这肯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那么第二件我们看到 这个第一集团军的组建 已经是大规模的扩建 或者整个我从力量角度来说 可能人员没有增加太多 你看除了这个第四 近卫第四 坦克第四 还有他比较有名的摩托兵 第二摩托兵 这也是非常厉害 所以这样的话 他的力量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加强 加强的目的是很明显 为了保卫莫斯科 为了让自己在西南部这种压力 或者安全性变得更大 安全的威胁会变得更小 所以他是要解决双 同时要解决两个问题 那我们发现从2015年以来 应该说不管是美国还是俄罗斯 关于这种对抗 或者说这种对抗式的演习 都不是第一次了 2015年3月中旬 俄罗斯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 突击战备演习 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声令下 这场集结了陆海空三军的演习 拉开了许多 据报道 军演范围从最西边的加里宁格勒 一直蔓延到最东边的太平洋远东地区 几乎覆盖了俄罗斯全境 此次演习不但共有7万多名军人参加 更有百余艘战舰 以及200多架战斗机吸水参演 俄罗斯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甚至有美国媒体指出 俄罗斯此次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军事演习 转而上升到了核威射的层面 鉴于俄罗斯在敏感地区的行动 美国媒体3月14日报道 美国陆军表示将很快派出斯特赖克装甲部队 形成1770公里 并穿越6个欧洲国家 维吉将在波罗的海地区进行的军事演习 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这支部队将穿过拉脱维亚和捷克 最终抵达德国菲尔斯埃克 有分析认为 这是美国在向俄罗斯 展示其在沿途地区的军事存在 按照美军计划 将会有大约3000名士兵被部署在东欧 展开为期约90天的军事演习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称 这3000人来自美军第三步兵师第一旅 除此之外 大约750辆美军坦克 多架直升机 以及其他作战车辆和装备 也已经在3月9日 用船运笛拉脱维亚首领下 其中许多重型装备 预计将留在这一地区 因为美军会继续在波罗的海地区换房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地面部队的规模不断在缩减 装备水平也逐渐落后 俄地面部队的经历可谓是大起大落 然而无论是最新坦克特14的即将服役 第一坦克集团军的重组 还是大规模的对抗演习 俄罗斯在2015年的这一系列动作 似乎都在宣示着 想要重返地面力量强国的决心 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 说到最后